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校美教理财必修科阿格力来帮他补课 今天呢我们来到台中的这个北屯 为什么在北屯呢?穿这样就是在泡温泉 就是在明天呢会有阿格力在台中的春骨的讲座一年一度 那讲到春骨最近有很多观众朋友问我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这个春骨要了解?要怎样? 因为最近的盘市实在跌太凶了 像我最近本来在看劳力士结果已经不打算买了 因为最近这两个礼拜整个股市大跌 连价值股也一起杀整个大盘算是无差别的下跌 已经少掉了好几只劳力士先不买 股价反弹再说 那在春骨下跌的过程中就有一个问题 所以说假设要跌到你的成本价的时候该如何去应对 跌到快到成本价了 或者是说这个已经亏一点点了该怎么办 那我想只有三个思考的决策 第一先跑 那第二续报 第三加码 那这三者的大方向要怎么去思考呢?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啊 第一个就是先跑 例如说当结果是正小反大的时候 我觉得类似这样的大方向你可以考虑先跑 什么叫正小反大? 就是以受险业者为例来说 他不是很多这个防疫型保单吗? 你这个付500块对方要赔你10万 结果大家都确诊了 这压力真的压力三大 所以现在各大受险对于财报的影响还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这个影响不大的话 那EPS其实也不会有成长啊 还是会受到牵连 所以就是正面你也没有什么赢 正小 可是反大呢 万一亏了很多钱 EPS真的亏损你该怎么办 所以像是这个台产 就被报导说有很多的这个防疫保单 假设是我啦 假设是我只有台产 以他为一个例子 快跌到了成本了 没有防疫保单的这个盈率 就算他没有事啊 在他公布有没有失之潜力快烦死了 假设真的有事 影响也会蛮大 像这种我觉得先跑也是一个不错的决策 好那第二种状况是续报 续报就是说 我虽然存了增加股票 不管跌到有没有亏钱了 不过他基本面没有变 那我当初买他的时候 殖利率就是要比方说4%啊 或是5% 那只要他的基本面没有变的情况之下 就专注在股力就好 因为这个股价本来就是波动了 假设你要买一间房子收租 那这个房子基本面也没有变 商圈也还在发展 可是你因为房价波动 你就把房子卖了 这个是不是没什么逻辑 不过前提是 你要存的股票 如果要像房地产这样一个思考的话 一样他基本面要很不错才行喔 例如说我现在手上有一些金控股 其实他也有符合我对他财报的预期 以及这个殖利率的要求 那股价下跌只是大盘的一个波动而已 所以我就会选择去报啦 好那第一种种状况呢 是属于这种加码 加码这个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加码的问题啦 那其实加码有一个大方向是 EPS第一季成长比去年还不错 那第二是说四月营收也还在增长 那是不是代表我今年能领 假设五块钱的股利 可是因为今年EPS成长 甚至成长很多 那明年我有机会可以领更多 当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股价如果下跌 我还是会照着纪律持续的买进以外 可能还会单笔的再加码 例如说举一个例子 我自己的啦我自己的 不是叫你买喔 只是分享一个例子大家会比较好理解 像是这个重月 我们说过它是提供台积电啊 这个信越化学 它代理信越化学的这个细晶元 所以台积电好 重月也会跟着不错 我们看一下第一届EPS 你看成长性这么惊人 所以类似像这样子公司 它的过去五年列在这边 盈余发放率又非常稳定的情况下 我就可以预期M1年的股利可能相对的会不错 所以像这种股票 如果我要持续加码的话 我会约欧先选择这样子的方向啦 好以上是这三点 记得第一 什么东西要跑 如果你预测这个公司的产业 或是它个人 有某一个事件 它是正小反大的时候 先跑一趟也不错 当然啦 你如果成本超级宇宙PD无敌低 那你留着到底是无法 第二就是续报 你可能也不想加码 因为它的基本没有大的成长 但是它也没有很大的率退啊 所以就照着当初你买进它 对它的期许 殖利率一样有5% 那就稳稳的淋下去就好了 第三点呢 则是加码 当下跌的时候 其实才是更多价值浮现的一个机会 所以如果在下跌的时候 有成长型的公司 明年鼓励可能会发更多 那就可以开始执行 你往下买的一个计划 那当然啦 今天这一集也提供给大家 一个大方向的思考以外 记得存股要用你的闲钱去投资 这样才不会压力这么大 好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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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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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